2018已经过去一大半,从目前来看,今年基本没有一部热播剧能引起人民的名义的万人空向,最近热播延续攻略虽然话题度很高,但可惜的是网播剧,没机会上星,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,央视是真的厉害了。 2018年目前为止,平均收视前十的电视剧中,一人独占六位,其他位是被吊打,分别是岁岁年年世事红,坏了人间,楼外楼,娘亲就大,最美的青春,初心,果然央视选剧的眼光要更特别一些,坏了人间,应该算是最让人印象深刻了。 这部剧在央视开播的时候,如果不是有同七年前人更喜欢看的恋爱先生,相信有机会掀起不小的热度,首先演员阵容扎实,题材内容选了从西百坡到一五这一段,而且很尊重历史。 本来这一段,大家从军事角度都会觉得随便打,碾压,但实际上胜利后对全国尤其是大城市的管理,有的细节还是挺批的,毛人凤汇报梗,陈伯达拆话梗等。 其实,央视受众稳定收视率每年都差不多,只不过今年其他电视台收视率太差,最明显的就是湖南台了,要知道以前芒果台播出的剧哪个不是常年霸占第一的位置。 另一方面,央视也确实早不如当年了,以前央一破三,央八破二是常态,而且央视很久没有热度高的电视剧了,上部大爆剧,估计,还要追溯到四五年前的父母爱情。 此剧在网络年轻人中热度也超高,至今还有人在回味,但不管怎么说,近几年,央视的崛起其实不只体现在电视剧上。 本来不擅长综艺的他,硬是闯出一片新天地,在别的卫视五花八门,疯狂借鉴国外综艺的同时,央视可谓是一股清流的存在啊。 首先必须的提一下,最近开播的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,如果,国宝会开口讲话,那他们会说些什么? 凡卫的长篇大论,no,我们国宝也会卖萌的好吗? 看过之后,你会有一个最直观的的感受,国宝里面存在感最强,的是堪比杜雷斯的绝妙文案。 比如介绍国宝南越汉域,说他既可以象征君子美好品行,也可以炫富。 嗯,炫富提到南越汉域产地主人南越王赵驼时,节目组又秀了文案,这可能是历史上待机时间最长的王。 讲到几股说唱陶勇时,本来应当是欢喜的调子,旁白血莫名多了几分悲凉,我们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开心,自嘲是所有幽默中最安全最有效的办法。 这种稳中带皮的方式将文物串火了,不再像以前那样很无聊,死板,而央视文化节目近几年的尝试尤为可贵,其他诸如我在故宫修文物,博物馆奇妙夜,国家宝藏等将新独立的节目,播出后都是一片好评。 但可惜的是传统文化无法在年轻人心里占据优势地位,当然,除了在内容的新,看似正经的央视也在积极汲取新鲜血液。 在前几天,CCTV37C特别节目《天下有情人》中,以西埃昆明池和新鱼仙女湖两地实景舞台联动,简直是将新媒体舞台空间玩法发挥到极致。 在李玉刚演唱《新贵妃最久》的时候,视觉设计选择以琵琶作为阐述故事的主角,通过道具与丝目盒子的设计,配合与丝目上的场景画面做时空交换感,迅速在两个时空之间切换。 相信我,这绝不是某个卫视的跨年演唱会,而真的是央视七夕晚会。 所以,其实央视正在逐渐打破我们对他的传统认知。 小时候,或许是因为黑白电视只能收到CCTV一一个台,而被迫选择观看。 但现在他正在用行动证明,我要提起来,无人能比你觉得呢?